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鸿鹏选手把自己身高必长的优势充分地得到了展示和发挥 哦 自得起腿 但他力道还不是非常的清晰 好 安德雷应该头部搞得很好 这个 哦 头的感觉了 对 阿什文打得很好 这一段主动的压迫式进攻 正如你刚才所担心的那样 就是他这个大开大壳的时候 对方的这个吸法呀 有可能是一入中门 所以顶尖高手掌握住这种进攻的防守 哦 这个后手掌握住 他正正腿 这是 哦 这腿也很重 但是呢 就是距离感有时候没有完全把握住 然后你看近距离的时候开始用吸 安德雷会用吸 这个吸法呢 需要创造一些条件 如果单纯的用呢 对方有防备 那么说你很难一个 对 它只有在近距离的时候 它有触及不异的效果 对 啊 不让用走这个勒紧 勒紧 勒紧颈部进行吸气 所以那就是名副提示用冲袭 对 看来是出了一些状况 它是防止这个不让勒紧这个勒紧 因为顾紧的时候它有个发力 对 它的后紧 对 有一个发力 这样呢 会造成有个合力 有个合力 南方圈长呢 打得还比较潇洒 尽管呢 从场面上看它 现在也还有点快点 这个可能打到招牧 好像是一个锡状的动作 以后我们看看镜头回放 看一下 其实这应该是个犯规的动作 这个有点偏低了一点 好 第二季比赛开始了 好 双方速度很快 快速进入接触站 对 应该从上个回合看 我们看到洪洪学长呢 确实本身占据优势 在这个营运结束的时候呢 受到了对方的重创 所以呢 它这个时候的报复心理 应该说呢 还是比较明显的 好 这个篮房呢 二十万打得很主动 而且很放松 比赛中尽管拼得非常劲烈 但是心态要非常的平静 这个韩国裁判是这个规则之心特别严的 双方在距离调整方面都需要一些弹性 对 但这个虽然是重要级的比赛 但是双方的灵魂度很高 应该说呢 它们在这个场上的移动 和这个变化真假虚实的这种调整 还是比较高的水平 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底线 这个安德雷打了一个后手的直拳 比安德雷也可以多打几个前手的直拳 控制距离 现在腿反上侧应为他的后手创造条件 对他来讲就是个不祥之举 有危险 特别是安德雷身材比较高 他的膝可以直接上头 如果你在低头的话就更危险了 现在是洪峰球场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对 洪峰球场一直打得比较进攻的 但蓝方选手在有一段也打得很多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洪峰球场打得比较聪明 他不是一倍的猛攻 这个蓝方选手的基辅还是挺有效的 后手的他打内部的这个 还是打得挺好 危险 你看到刚才赤大力辰的洪峰球场 那个塞锤啊 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那种 这个蓝方选手 这个蓝方选手这个 右边的内部是他的一个 很大 很容易被提到 机会来了 打得很激烈 双方你来我往 双方教练都很着急 在底下大针的哭叫 旁观者性 虽然场外的效率员呢 看得清晰楚楚 但是在场上确实是至尘其中啊 很多事情是当局者迷 双方打的这个拍子非常好的 在这个进攻中有防守 防守中有反击 而且像大级别选手啊 他们这个技术层面 展现的非常丰富 那真是非常难得的 这些经常可以给我奉献这种 超大级别的比赛 非常难得 好第三局比赛开始 这是决定胜负的一局 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 对 这个欧洲选手的话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他们打到第三局一般还在压迫的进攻 这也和他们这种科学训练 体系是分不开的 对 所以平时的科学训练这个水平很高 现在国队呢也引进了很多河岸教练 所以在比赛中啊 经常的叫海纳百川 一无止境 这样呢才能够使自己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 好 现在这个蓝方圈手打得也很积极 而且体能好像也很浪费 我们看到蓝方圈手和后劲比较俗 对 随速声音还真的不一定 看这个是 通空腿 有点中国武术的风范 这种二七脚啊 对 现在这种连续踢法 他目前为止第三个合格临近结束 我们看到双方的进攻频率啊 确实还是相当的高 对 这个欧洲选手的这个体能和这个速度 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对 他们的技术树的意识也非常的清晰 哦 转身边圈 好像打中了这个 又是一拳 好像有效 得势不饶人了 这个时候乘胜追击 过大战果 这个又在乘胜追击的意思了 刚才好像是打中了 这个第一个这个转身边圈 但是时间不多了 哦 这个这一拳也很重 这一拳打中了 这几拳安德雷打出了很高水平的中圈 关键时刻了 看能不能顶住 对 这几次重击啊 对 蓝芳先生虽然没有被击倒 但是他这个心理 还有他的整个这个状态 确实还受到了严重的震撼 啊 状态受到了这种震撼 非常明显 对 你看他现在这个 主动进攻明显变少了 嗯 但是呢 做他这个反击的意识啊 确实还是非常的清晰 他不放弃任何反击的机会 转身边圈 假动作 啊 这个 一百公斤以上的这么扁身转身的边圈 打的依然这么流畅 而且这个真假虚实的应用啊 确实还是在这个比赛中 得到很好的展示 也是高门腿的反击 哦 这双双打的真好 非常好 你看 展开 一点也不失落 好了 最后十段还可以反击 对 但是现在也是非常的悬 哦 比赛结束了 精彩绝伦啊 真是精彩绝伦 这样大级别的比赛 打了这么精彩的级别 好 刚才这个假动作 牵手的全是假动作 高腿是这个真的 哦 这一圈这个前做摆拳 然后紧接的边腿 哦 这个边圈打的非常漂亮 这个边圈一回可以再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看 完全集中了 因为我看到侧身的时候啊 它实际上呢 用自己曝光的这个余光啊 进行了评估 这都是几个精彩绝伦的动作 对 堪称典范 刚才这个边圈居然是打 假动作 本场比赛的结果 经过裁判裁定如下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30比28比赛结果 侯芳胜 And the winner is the red corner 掌声入口安德勒 再一次证明了 他在昆仑绝上保持的全胜记录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河南企业商会会长天明集团 創始人江明博士 为我胜的安德勒颁奖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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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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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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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贏了 所以我贏了 所以我贏了 我贏了 我贏了 但他贏了 可能我贏了 因为他贏了 他贏了 我贏了 好 太弱了 不太弱了 我看了 如果他贏了 我看了 所有人的身材 我会回来 我会回来 谢谢大家